仔细想想 我怎么会喜欢一个大叔呢 女生表白会太主动了 你们觉得呢 我就是默认了 我听你们的 万一他说不喜欢我 怎么可能 我比较年轻这么多 我跟他好了 他还占便宜了呢 你们说是吧 又同意了对吧 行 就这样愉快决定 睡觉 热水给你放这儿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晚安 还会做噩梦吗 如果再做噩梦的话 就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会在梦里保护你 又是恐怖片 我不要看恐怖片了 我最近做噩梦呢 这样吧 如果再做噩梦 就大声叫我的名字 我会感到你的梦里保护你 是巧合 一句话而已 邪嘉欣不要紧张 这不代表什么 不代表什么的 郑东 是你吗 是你回来了吗 贾欣 是我 我回来了 你在哪 郑东 我在这 你在哪 为什么我看不见你 郑东 贾欣 郑东 贾欣 如果再做噩梦的话 就大声喊我的名字 我会在梦里保护你 蓬佩 贾欣 贾 蓬佩 贾欣 我 我又梦游了 没关系 带你上头休息吧 在做噩梦的话 还可以喊我 我能听得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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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快点弄一下 这花都小心啊 小心啊 来来来 这个要好好放 你来了 小小姐你好 我给你东西呢 好 在这 这个就是开那个的 这个又是什么呀 这个你不用管 这个MV里面出现过 我带你去教教你怎么弄 钥匙 这个是我精心准备的 美吗 知道要干嘛吗 记得 你一挥手 然后我演奏欢快音乐 然后你拉过一个男的 我把钥匙给他 不是给他钥匙 是你打开这个门 然后让他穿上这件衣服 然后对我公主抱 来 你这两天气算不错 因为我饿 你加了酱油和醋调味 嗯 味道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味道 你觉得呢 多多观察我 快吃吧 聊了 多过来一下 这个 是杜总的戒指 我拿小提琴来一段抒情的 然后把礼物送上去 懂了吧 这个是乔乔的 一会儿乔乔一挥手 你拿索娜 来一段欢快的 记住了吗 这个 是那个拉炮熊的 你们一会儿都盯着点 那个熊 头一去 来一段摇滚 要最嗨的那种 然后把这个礼物送上去 记着 千万不要打开拉炮 知道了吗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四公姐 这哪个是哪个呀 打开看看 不能打开 不能打开 这个是戒指 这个是钥匙 这个是拉炮 来 就这样吧 好 去吧 开轿 哎 做做 干的不错 谢谢杜总 现在先看到 应该会高兴钱 都装好了吗 放心吧 都装好 哎 盘总 这要是 真有人来了怎么办 真来了 什么都找不到 只能够说明 谢家心有问题 等晚会结束了 一切自然揭晓 那个 嘉心一会儿进来以后啊 你一定要注意现场的安保问题 好 放心吧 今天人比较多 不能出任何插层 小舅 哎 乐队里面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门光顺瘍 都安排好了 都安排好了 该心考虑 哎 哎 范叔 范总 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 这些都是你筹备的 对啊 嘉心姐这十年来 最重要的东西 全都在这里 不错 哦 范叔 你那相机也在那展示呢 用完了就还给你 什么相机 就是之前那个相机 那个 要喜欢 把你拿去玩 谢谢 阿海哥 谢谢 干嘛非要叫上我啊 都是一个公司的 人多点 嘉心也觉得热闹一些 嘉心嘉心 永远都是嘉心 快点 韩总 这是我们公司艺员罗拉 抓住机会 今晚就让乔乔知道我的心 嘉心姐来了 感谢大家十年来的陪伴 是你们给我力量 我才能重新回到舞台 我才能重新回到舞台 小鞋楼到怪人 太会瞎想了 简直 行行行 改天了吗 没什么 行行行 好了 好了 行 那又改天 改天去也行 好了 拜计 再见 到这五万 再见 到这五万 杜总 有人把我们的设备弄坏了 他不想陪着怎么办 有点小事你警觉一下就好 嗯 感谢 还想拍到我英俊的脸 好得厉害 把你的摄像机里统统沾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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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呢 我这么一挥手 你就让乐队演奏一个欢款节目 这也得 到时候呢 我会拉一个男生上来 把这个交付他 知道了 我会拉一个男生上来 今天活动开始以后 看我的首饰 我会向一个女孩的求婚 我把这个送上去 千万别搞砸了 下来一变成 你相信命远能创造奇迹 新年老汇那天呢 我这么一挥手 哎呀你别弄了 哎呀 是我 笨笨 那个熊 我会去 来一段摇滚 原来是你小子 原先别躺 你别躺啊 直接送戒指 那个 把这个给熊猫 好 这是先生送给小姐的 这是小姐送给先生的 阿哥你瞧瞧怎么都总在一起 啊送你的 不是咱们别碰我 出来你别打开 别打开 这个干嘛 我也 我知道 这奇迹 啊 这日奇迹因够多了 多我一个不多 不是给你的 不是给你的 两情相悦 亲一个吧 各找各的 各找各的 快 干杯的挺在 你有话跟你说 快给我来 其实我是 让你把王子佛换下 然后给发个公主啊 啊 臭小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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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别打 彭派 我在里面就想跟你说 我还准备了我在梦里出现过的裙子 可人太多了 我也不太好意思说 小夕 这年很漫长 也很短暂 小夕 嫁给我好吧 我以为你要第二十八次求婚呢 不是要求婚啊 这是什么东西 我在钻剑呢 这里也没用了 其实 我一直想跟你说一件事 彭派 我爱你 这么开心 都运过去了 彭派 博曼 你醒醒啊 你没事吧 我爱上 你明明知识了 你还是 你这不是自杀吗 总是你 谢家心早就把你忘了 你还为他冒生命危险 你这样做也不信 你胡说 那你不信的话你问他 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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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 陈正东已经死了 你谁也不是 我 不会接不着 过不身状 就 有生命危险 治疗方法 家头 好多啊 我一样啊 你的回忆太多大了 这样会让人痛苦 我恨你不怀疑 我一样啊 这样你就会好的 假假 时间假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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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进啊 醒醒醒醒醒 醒醒 醒醒醒 这我帮我的粥 站 站起来就 没事 喝点 我看你睡着了 我就把你背回来了 来 我知道 做肚子特别累 真的是站着就能睡着了 没事 我跟你说 你今天就安心的 来 安心的睡觉 你就不用管明天的事 明天的工作 明天咱们 没有 有人说之前看到他跟乔乔在一起 他们俩一起出去了 之后就没人再见过 手机也关机 乔乔的手机也关了 没事 我估计他们俩人应该在一块 他们俩平时关系就好 就当给他们放假 这粥 这粥 我跟你说这粥特别好 里面放了薄荷 对你身体特别好 你现在喝了就赶快睡一觉 睡一觉就第二天全都好了 没事 没事 睡 睡 我让他们俩陪你 睡 没事 别担心 快睡 别担心 你不要 老乔 随 HE 我咱 我这么 我这么 不是有两遍 你不觉得 Ар 澎湃很像一个人 我不觉得他像一人 我觉得他像一猪 开玩笑了 说他像谁 我觉得 他在很多方面 不管是细节上 或是有些行为 感觉上 都跟郑东很像 雅仙 我可以负责任地 跟你说一句 他们两个人 没有任何的共同点 一点都不像 是吗 当然了 你现在是给你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你太想念郑东了 所以你看谁可能都像他 你这样下去不行的 你看我像不像 不像 不像 郑东不老这样 嘉欣 哪有好丑啊 满呗 别老瞧郑东了 要不我先把澎湃给你调走 省得你每天看着他烦心 别 他 他做得挺好 不用想 第一次看到 谢嘉欣还要留住住 我 好 别睡了 吃早餐 太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最后还是要你躺在这边睡着了 就你自己的 嗯 不怕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可能跟宋乔乔在一起吧 他们俩 嗯 是谁 是 是 我尿 我尿 我尽能想看不清这个事情 行 别说话 来来来 我尿 我尿 没事就好 你们一个个 都那么让人出乎意料 永远不知道夏宇宝该发现了些什么 那你的样子怎么那么怨念呢 你最近查得怎么样了 别提了 我刚进他办公室 就发现他办公室里有埋伏 啊 先说正事 我昨晚去了当潘志的办公室 有发现吗 资料送你发现 暂时没什么进展 但是我却发现了一个人 所以你就跑了 对啊 你不是说不能让潘志的知道我的身份吗 还好那个人没追上 可是潘志的为什么安排一个黑衣人 蹲在了办公室里呢 不知道 变态吧 那为什么没有追你 你觉得为什么 我 我觉得 这个人 根本就不是潘志勇的手下 你才认识 潘志勇明星会办公室呢 那倒是他的媳妇 哦 他是一个跟我穿着一模一样的 我问你 你进去的时候 他那些桌上啊什么的 是整齐的还是乱的 所向没犯过 所以啊 这个人一定是在你进去之前 就已经到办公室了 那也是针对潘志勇的人 但是吧 那会是谁 会不会是 吴耀啊 真的 还是个女人 就那身形 我跟你讲 就能打屁股 跟我媳妇有一拼 那个黑衣人是吴耀 你这不开玩笑吗 不是啊 潘志勇一直怀疑 吴耀就是时尚访的韩若飞 又说呢 时尚访是有企图的 所以 代表吴耀也在调查潘志勇 然后你又说 吴耀最近的行为很诡异 那不都都上来了吗 你也太能猜了嘛 你还真把自己当福尔摩斯了 那我还说 那韩若飞就是澎湃 反正都是最近出现的 有啊 他办公室里有一个隐蔽的摄像头 那又怎么样 被我发现了 这叫什么 天网灰灰疏而不漏 这没拍到你吧 拍到了 还拍到了我英俊的脸 但是我发现他走了 没关系 我已经给他全部删除了 说你怎么 你再敢不回去 半夜回去不好交代 白天他一般都出门了 我再偷偷溜回去 应该不会被发现 好 我走了啊 你不再回去哥 我走了 谢谢啦 好了你好好休息 我要走了 喂 你不在我去医院 你已经醒了 就代表你已经没事了 你让小可爱照顾你吧 你叫他兄弟呢 走了 再见 哦 早啊 乔乔 啊 你昨天晚上后来去哪呢 我来一直找你 笨笨 没想到你喜欢罗拉姐 我没有喜欢她 不用解释 我都看到了 这是误会 乔乔 我 把这通报给我安排好 昨天晚上的活动办得不错 爹肚子 就是乐队乱 我也是这样觉得 彭派呢 怎么今天一直没见着他 他睡觉呢 你怎么知道 在我家睡觉呢 果然在你家 哦 杜总 你在我只好给你请个假 呃 那个 你别跟贾行姐说 我妈她特别累 让她多睡一会儿 我知道 你们自己注意一下 她怎么了 我昨天晚上跟罗拉姐不要吧 被吵极了 值得理解 所爱非做人吧 杜总 嗯 罗拉姐最听你的话 你去劝劝罗拉姐 我跟你说奔奔之人特好 无脑这事我不管 那我管呗 我先来东方 我先来西面 行吧 哎 He 我先来自个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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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